高吧 我看是 应该是这边的吧 是不是定义高度了 我记得 是这个吧 高度一改成这个 一把它高度改成这个 就又缩回来了 是不是 应该还改成这个68 是吧 这个68 把它打上68 横向吧 横向就 横向动向 对吧 都宽高 这个还让它填充 没事 然后这个再给它还原成68 然后这个呢 是否关闭就又成处了吧 来了吧 这时候咱们这个 打开关闭 也封装进去了吧 对吧 然后这开关呢 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因为 平常你 你如 这个方法 你不封装的话 你在外边控制它 打开关闭 谁想调用你这个方法 他还得 自己 自己是开还是关吗 自己判断 我要开还是要关 麻烦不麻烦 一般正常的想法 是不是 我点一下你就开 我点一下你就关 就完事了 你给它这么一个开关方法 方便多了吧 只要你调用 如果当前判断 当前是开的话 我就关 如果当前是关的话 我就开 是不是这就方便多了 怎么写啊 对啊 如果是触的话 打开是吧 肯定已经关了 这方便多了 这方便也有了 然后在这里边呢 嗯 ADD要往里边添一下 特别添了就是什么呀 往谁里边添 对啊 咱们刚才有了 这个ADD 应该是 参数过来了 对不对 要接受一个参数吧 不然我ADD 我添加谁呀 是不是 这个时候要传谁呀 对啊 知道为什么要封装了吧 你不用ATOM 你给我说你传什么参数 Stream Title Int ID 好这些那是两项 我刚才还跟你说什么 是否高亮 什么是否有描述 是否这是否 那你给我说你这里边的参数要传多样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给我说你不封装成实体类 那种形式 ATOM你不给它封装成一个对象 麻烦不麻烦 不封装成一个类 是不是 好 哪一天你又新添了一下 好 你那边类改了 你这边 参数这边又改了一个 好 麻烦不麻烦 对吧 所以说这种你要有这种 随时随地要有这种抽象和封装的思想 把它这种变化点 对你的这个代码的影响减小到最低 对不对 你如果说你封装成刚才那种ATOM的形式 你那个ATOM你随便改 我这里边是不是一个这个 随地的ATOM 我什么也不用做 对不对 你那个实体对象随便改 你这就省事多了吧 所以说你知道 这东西为什么要 给它封装成一个ATOM 而不直接传探数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可能有时候理解不到或什么 是因为 没在实际编程当中 发现这东西其实很麻烦 所以你想象不到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当你真编程的时候 你如果用你刚才那种思想 谈一堆参数 你就发现确实不好用 是吧 这不过这个没关系 这个咱们在实际以后编程中 逐步就会一点一点的把这种思想 给完善 因为只有你体会到麻烦了 你才知道到底怎么样做 有时候甚至不用人教 你自己都能考虑到 我要是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它就方便许多 或者它就导致我的代码灵活性 通用性 就大有改善 对吧 所以说这种思想 咱们以后会一点一点逐步完善去 然后这个添加有了 还有什么 方便里边要怎么做 其实咱们那个是要填充这个list view 对不对 填充list view 这时候又麻烦了 又要用什么了 好 那就继续吧 是不是咱们要奉装一个 这个slider menu 这个专门的debtor 是不是 好 继续行动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一步一步往下延伸 你做一个东西 它会扩展 许多东西 你都要往这边做 对吧 咱们这里怎么弄呢 省点事 扣个懒 直接Ctrl C Ctrl V 把它名字改一下 算了 对吧 这个debtor叫什么呢 叫 就叫 这个 叫这个吧 行吧 填充 还是这样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咱们把代码之类的 给它删了 这些先暂时不用 对吧 但是在做这个 adapter之前 又要给咱们多说一个思想 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封装adapter的时候 你看这两个adapter 这是刚才那个 对吧 也是adapter 你有没有发现 它们有一个什么规律 发现什么规律 对 或者说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我又可以封装 发现它们有很多重复的地方 每次你是不是都要写这方法 其实这些方法映射的是什么呀 映射的就是 不是 不是 反正就是list 数组 这种呢 二维数据源嘛 对不对 这时候又可以封装 怎么封装了 咱们来看一下 很麻烦 你每次考过代码 这一堆代码说白了 都是重复的 你自己都要改 对不对 好 咱们先前不是有activity base吗 对不对 咱们还可以有 对 好 咱们再加一个base 怎么封装了 在这里边 建一个lay 这叫adaptor base吧 但是咱们adaptor base是要继承的 因为先前在外边不要继承的 对吧 它是这位要求的要继承 对不对 那个是什么呀 base adaptor是吧 重装一下 好 这里边这几项要有了吧 对不对 封装一般封装是什么呀 刚才你在看那个时候 你说传参数时候都已经说出来了 这次要传什么进来了 对啊 要传一个什么对象 对啊 这样的话 每次每次调用它的时候 拥有的时候把list给它传进来 它自动把它这些方法给它 现在咱们直接都帮它写好 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好 继续封装 赶紧来了 你要操作这个list 你得有个变样成放它 是不是 继续吧 这个翻译 这个咱们不能用翻译 对吧 因为咱们这个是通用的 没有具体的这个类别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传进来 然后我们先定义这个 然后再定义 它的这个勾到函数 对吧 传什么进来呢 传 咱们要把 让它把content也传进来了 这个content的其实很有用的 因为你很有可能在adaptor里面 你也要用 会用那个getStream 获取一些 它那个R资源文件里边的字符之类的吧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虽然咱们现在还没用到 但是如果咱们想到 以后很有可能会用到 能想到的东西 就尽量提前把它给封进去 对吧 省了以后还要改 所以说这个东西 呃 你能想得越全 也取决于你的这个 你写的程序越多 你就想得越全 咱们现在 想到了要有这个东西 就直接先把它给弄进去 然后这时候咱们让它传 两个参数进来 好 这个打错了啊 应该是P 这时候 list要传进来了吧 它只要给我们这个list 这个时候呢 我们自动 我们现在把它给 付上值 list 给它付上值 是吧 这个时候要怎么做了 做法 是不是把咱们先前这里边 这几步都挪过来就对了 该的content应该看什么呀 咱们为什么 对吧 好 自动生成代码 item呢 自动生成了代码 反正 不过这个东西 咱们还是给它改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adaptor这个东西 base这个东西 你一看封装好 改的可能性很小啊 对不对 所以还是把它给 给弄完善了 它这个叫什么 叫position 那是这样吧 是吧 靠去它返回位置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 继续 id来 id咱们都是直接用原原本本的给它返回去吧 对对 这不认为要 这个呢 你看自动 就强行转化 这个啦 这才咋办 没法办了 没法办了 咱不疯了 谁 谁 继承我累 谁 谁去弄这个 对不对 所以说 这种 跟业务 无关的 能封装的 咱们封到这里 跟业务有关的 封装不了 对不对 随时随地都在变化 我不封了 我放到 放到下面 谁用我 谁 谁去 谁去写这个方法 对不对 把它接着往下放 放下去 但这时候 你不这么弄 就报错了 不得报错了 因为你继承这个 人家 这个抽象方法 必须要求你实验的 所以说 这时候 它有什么 它有两个解决方案 要么你把这方法 给我签上去 要么 对啊 我这个 我也抽象了 我这方法 我不做了 我 谁 谁继承我 谁 谁做 对不对 他也抽象不就解决这问题了吗 对吧 另外一个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每次写gettwill 是不是全都要这么弄一下 返回一个 Leot Inflator 这个 麻烦吧 也封装吧 对不对 怎么封装好 看来有对象是什么 哦 这几个不应该是public啊 要私有 不能帮我到外边 让他直接访问 不要私有 什么对象 什么对象 是不是 对吧 咱们可以直接帮他 帮他把这个对象弄好了吧 帮他哪 拗了时候直接就帮他弄好 对不对 直接用m也行 p也行 咱们用p算 或者用m 先封装有 就用m 这样 张汉你这也有了 但是这个属性应该是私有的 不要对外暴露 咱们给他封装一个什么 出来 咱们平常不是用gadc 赞的方法吗 对不对 继续盖他赞的 就是个这个对吧 盖他就行了 在这里边只要一掉用这个方法 我就把这个 盖里的返回去不得了 要保存一下 咱俩还有什么要封装的没有 还有什么能封装的 应该基本上没有了 好 这时候要继续改造 这些乱七八糟的还用不用了 这个也不用了吧 哎 这个还是要用的 咱们还少封车旁 你这边你这个content怎么办 对不对 你整个私有的出来 咱们把它也给封装起来了 直接帮你画好了 你要用你怎么用 你直接 这么用就行了 对不对 get content了 我暴露到外边 这时候继承要改了吧 就要继承咱们的deft rate 这下都不报错了 很多方法也省了 但是这边这个 你的实现就要按照这个实现 对不对 你要传绿子 对吧 你这儿勾到寒入 行吧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有点 是 那么